各位街坊 大家好 我是毓民 我是黃毓民 我是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人民力量今天在這裡擺壇 我們要搞一個簽名運動 就是要求立法會啟動這個彈劾的程序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九 彈劾這個貪污腐敗的特首 要他下台 所以希望大家過來簽名 一會兒就參加我們的論壇 明天也有個論壇 我們在港九新界都會發這張單張 大家拿一張單張很清楚 將我們的訴求講出來 現在這個小圈子選舉搞到一塌糊塗 又黑金政治 又掘洞事件 總之參加小圈子選舉 只有1200人 大部分是利益集團的代表去選一個特首 就是跟全香港人為敵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要求立即停止這個小圈子選舉 同時 因為曾蔭權 以權謀私 是一個貪腐的特首 我們要求立法會啟動的彈劾程序要他下台 那就一定要大家支持 過來簽個名 拿張單張 是吧 接著呢就參加我們的論壇發表意見都可以 我們的論壇四點半鐘就開始 記者會也是四點半鐘開始 那大家呢可以拿份單張 走過來簽個名 支持全民 彈劾 貪爭這個簽名運動 OK 那我們要給點壓力 現在立法會 現在立法會的泛民主派議員 不支持彈劾特首 他們說要搞這個權力特權法案先開調查先 但這個權力特權條例 來調查特首呢 就一定是分組投票在立法會 就一定被否決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支持 只要有15個立法會議員簽名 就可以啟動一個史無前例 彈劾行政長官的程序 是吧 起碼搞到他很醜 跟著呢 就用輿論的壓力 人民上街的壓力 叫這個貪污腐敗的特首下台 同時 要現在這個小圈子選舉 立即停止 你還我普選權利 是吧 你現在看一下梁振英又搞黑金政治 一個就掘個洞二千多尺 兩個都是壞人來的 還有一個叫何俊仁 就簡直是一督屎 是吧 他去參加這個小圈子選舉 自己是民主派 就好像一督屎 跳下個屎坑 那個屎坑已經很臭了 你何俊仁作為民主黨的主席 就跳下個屎坑那裡 接著現在兩個特首出事了 候選人出事 你就評論那兩個候選人 你本來是一個特首候選人 現在變了時事評論員跟我一樣 是吧 所以 我們要支持 簽名 彈劾這個特首 就要靠大家 如果多多的簽名 我們就可以給他很大的壓力 怎麼樣 英俊 這個貪官如果不下台 香港就下台 好啊 那你坐在那裡聽 OK 這個阿哥呢 是我舊同事來的 香港時報 當時做記者的 你不要看他那麼有型 走了去哪 好 那大家過來拿一份單張 簽個名 現在沒有什麼人會搞這些事了 除了人民力量 除了黃毓民這些人之外 OK 大家看一下現在這個所謂 特首選舉 是不是一塌糊塗呢 是不是 醜態白出 多噁心 是不是 嘩 搞到 這個 這個 梁振英 你看看 多醜 我們禮拜一 黃楊達 準備跟他查序 他現在可能都要取消 我們香港人網的主持王上 在Facebook有五六千個like 即是五六千人讚 或叫他跟梁振英喝茶 那梁振英那些幕僚 事不行 在Facebook又學人玩Facebook 搞了一個page 就是誰最多like 那些我跟他喝茶 聊天 結果黃楊達現在五六千個like 那你可不可以跟黃楊達喝茶呢 我現在收到封 他們可能取消 如果取消 即是這個梁振英是言而無信 是不是 全部壞人來的 所以 你看看97年 選舉的特首 都沒有做完 就腳痛下台 接著 整個吹口哨的曾蔭權 去做特首 做了七年 衰收尾 是不是 就是 小圈子選舉 這個是一個詛咒來的 對不對 是一個詛咒來的 誰是小圈子選舉 產生的做特首 來領導我們香港呢 就一定詛咒他的 是不是 董劍華你看 頭髮白了 脫掉了 是不是 接著到最後 心不甘情不怨 告訴你 腳痛其實就是阿爺叫他不要做 好啦 現在來到爭鑑權 想什麼 誰收尾啊 坐遊艇啊 飛機啊 住平屋啊 那就糟糕 所以 沒有一個很下場的 因為你要做特首 要領導香港人 當然要一人一票 全香港七百萬人 登記做選民 那幾百萬人 有份投票給你 那你才那個 權力來源是正確的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凡是小圈子 選舉出來的特首 都沒有過很收場的 我就不明白 這三個契弟 做什麼要選 是不是 未選已經沒有很收場了 你看 一個唐英年 是不是 搞到他老婆出來獻醜 是不是 一個梁振英 哇 黑社會都來了 多人害怕啊 真是 雖然共產黨比黑社會 那你都不要這麼明目張膽 是不是 所以各位朋友 不要只聽我說故事 大家拿份單張 買去簽個名 支持我們 發起這個全民 要求彈劾曾蔭權 這個簽名運動 那我們有很多年輕人在派單張 大家接一張單張 很漂亮的這張單張 一天就搞定了 OK 我們派一張 接著我們的論壇呢 就開壇的了 記者朋友 今天有沒有記者來啊 我們發了幾個 有 不錯 都有一些 麻煩你們來前面 我們記者會就快要開始 先開個記者會先 好不好 不是 要掛起這個banner先 好看啊他們 哇 這裡好嗎 是 挺好啊 挺好啊 他那個 手部大部手的 很膠癡 很膠癡 這次 又是 有些 有些 沒有 有些 有些 現在他在去買監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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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去買監事 請記者朋友來前面 如果還有記者的話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們在這個記者會 其實很簡單 我們會交給我們主席劉家鴻講的 現在有些新聞界的朋友在這裡 雖然一點點都不要緊 雖然現在大家的焦點 都在那個小圈子選舉的特首那裡 看看梁振英怎麼死 看看唐英年又怎麼死 看看何俊仁怎麼做時事評論員 評論那兩個特首 其實他都是特首候選人 不過做了時事評論員 真是沒得頂 我就形容他的三個字叫一督市 大家幫我廣傳 作為一個民主黨的主席 去參加一個小圈子選舉 然後這個小圈子選舉 就是一個市坑來的 那你真是變成一督市 是吧 就是臭不可聞 那我們就覺得真的很遺憾 一個民主派的龍頭 大哥 結果呢 就是去一個市坑那裡 跟他們一起活動 是吧 這個市坑已經越來越臭了 那我們香港人呢 就真的很無奈 我又沒得投票 人家台灣 講起台灣呢 這個港澳辦主任黃江亞 在兩會期間都講了一句人話 他說呢 真是想不到我們香港行政長官選舉 他現在真的不是君子之爭 太多抹黑的東西 那他就說 台灣最近這個選舉呢 蔡英文和馬英九 就真是君子之爭 沒有任何負面的文宣出現 那過去台灣的選舉 他經常被人批評呢 就有一些所謂澳暴 澳暴是台灣話來的 就是不擇手段 搞抹黑 那台灣話呢 就叫澳暴 是吧 但是這次馬英九對蔡英文呢 這個雙英戰呢 就沒有澳暴的 就是沒有這些所謂負面文宣 抹黑 沒有的 那個選舉乾淨到不得了 是吧 輸的人也都很君子 贏的人也很謙卑 這個真是 我們華人社會 一個民主政治的樣板 反觀香港的雙英戰 現在又剛好又叫她雙英 一個叫唐英年 一個叫梁振英 噢 髒髒 臭不可聞 搞到那些女人都很不自在 是吧 最慘就是三百婦女節的前夕 唐太竟然出來說她老公 嫁得過 是吧 下一世都要嫁給她 就是你看到還有三百婦女 直前一天 還要上這個左右暖局 叫做 早上一個節目李慧寧做的 那我就想起 史上最史的那個史片醫生 叫做鄭京翰 九成都是鄭京翰介紹的了 是吧 叫唐太太上李慧寧的節目 是吧 去撥動香港人的心 用感性 結果那些人聽完更慶 是吧 你看看連這個小圈子選舉 多骯髒 好難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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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拍